哎呦 我是你没有老黄,我又回来了哦 今天是搞了一桶那个 这个叫什么 墙面漆,这个涂墙的,这个白的 把这个墙给刷一下白 搞了一个刷子,看一下 这一桶涂料的话是40斤的,应该够了 刷一间房应该够了 把它打开 看一下,里面是这种啊 乳白色的液体 这个粘稠度太粘了 加点水要兑一下这个 那老板跟我说了 加一点水 呦 把它堆稀一点啊,不然等会搞不了 收一下 刷完漆过后啊,这个碎袋我就不碎了 那会碎到被子 看一下这个白漆怎么样 感觉还行,没什么气味 买的那种稍微好一点的 画面本来说 这个要是这种 真正的 我看个人 一人 我看什么 我看什么 这个点子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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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这酸糖素味一下就出来了 这是上次没用完的红薯粉 这里面有水 调一个芡 还是用粥子,中脂给它弄一下 这个芡的话稍微浓一点了 够一个浓芡 大家看一下,材料准备齐了 这是炒一个鱼香瘸子 瘸汁 葱姜蒜 葱花 泡椒末 调到那个鱼香汁 水淀粉 这是剩菜等会儿把吃了有点香肠炒个蒜苗 少油起锅 油的话不需要太多啊 半锅就够了 今天我采用的方法是过油啊 还有一些用盐腌制啊 蒸啊,其实也是可以的 过油的话一般是饭店的做法 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提前用盐 把那个茄子给腌出水 然后再炒也是可以的 过油的话快一点 而且感觉好吃一些 把这个油慢慢烧 烧到八层油温 然后再放茄子 为什么呢 因为油温低了的话 茄子一下下去 那个茄子就疯狂吸油 到时候吃起来很利很油 油温高的话 它茄子就不那么的吸油 差不多有八层油了 什么是八层油呢 今天教大家 认一下这个油温 八层油温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八层油温 然后直接下入茄子 把茄子给它过软一下就行了 好 茄子已经软下来了 打出来 备用 放入泡椒末 泡椒末有点多 少了一点 炒出颜色 然后放这个葱姜蒜 也一样的炒出味道 放入茄汁 放入茄汁 是吧 稍微翻炒一下 水淀粉勾芡 上葱花 起锅就起锅 放入茄子 给它摆一下盘 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 菜已经炒好了 一个剩菜 香肠 一个鱼香茄子 一碗米饭 开饭了开饭了 一碗米饭了 喝点这个口味 好吗 这是排水口味 所以生了这无计 不知道怎么洗啊 关到了 先喝一个吧 嗯 嗯 舒坦 嗯 尝一下这个 这个瘸子 哎哟 去吧 回来 吃吧 吃吧 你 吃吧 你 吃吧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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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